加強防疫真的要趕緊去打疫苗 不過現在有很多的飯店業者 也趕緊要讓他們的員工來施打了 現在有很多的飯店業 擔心這個疫情再次爆發 但是他們也還是持續的 規劃一些新管來開幕 像是在台中就有這個親子飯店 做好了防疫措施 也要求員工都要全面施打完整的疫苗 至於在台中海線這邊有殺戮 有全新的親子飯店 他們的飯店都是採獨立式空調 對於防疫工作同樣也不馬虎 望遠望去將近三百坪的大草坪 孩子們玩氣球騎腳踏車揮灑精力 走進旅店木質溫潤的空間感 搭配孩子們遊戲最喜歡的沙坑 沙漏之間結合餐廳和旅店的參旅館 一開幕就成了超夯的親子祕境 這邊好像在親子圈還滿是話題的 因為沒有好像台灣很少有一個這麼漂亮 然後場地這麼大很舒服的一個親子飯店 花了兩年時間籌備 赤子一億五千萬元打造 親子參旅館一開幕就碰上疫情 生育期間業者做好防疫措施 超過一點五米的社交桌具 全館獨立分離式的變頻冷氣 避免空氣傳播病毒 在疫情之下正式開幕 電防綠宙突破六成 另外往市區走在柳城附近也有新開的親子飯店 以星球為主題打造的遊戲場 三到十二歲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專屬的遊樂設施 親子房裡使用賽車造型的床鋪吸引孩子們的目光 在入場的時候一定都是要少時明治 一定要量就是溫度以及就是手部消毒部分 那我們在公共區域的部分 也是有定時去做清潔跟消毒 疫苗部分一定要打滿兩劑 在飯店開幕的籌備過程 疫情一度趨緩 旅宿業都開心迎接新旺的國旅 沒想到正式營運的時刻 卻又碰上疫情再度升溫 飯店業者除了配合防疫 也要求員工要全面施打疫苗 做好準備 希望至少不要錯過春節商機